我 我还有件重要的事情没跟你说 什么事啊 周日我想让你陪我去参加一个酒会 酒会 那天会有媒体吗 会有一两家财经纸媒 但是我不会让他们登照片 什么样的酒会 我需要穿什么呀 我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你都安排好了 我已经约了那天的造型师 到时候李浩会开车来接你 那么也就是说我没有机会拒绝喽 今天真的没有什么事了 早点休息吧 晚安 快吧 快点消失费 我跑去买东歩 快 French 今儿我还学нем见 川武 这位是 秦总 我是这个我姓傅 叫傅康 这是我农片 是康康集团董事长 我们集团主要是生产 猪的有机资料的 好好好 傅董 做饲料的啊 对对对对 猪 夏小姐 好眼光啊 什么猪饲料 你不是说你做进口干燃油 对 我闻他也做 那是傅也 是傅也 对 秦总 下次有机会咱们好好合作 好 好好好好 好吧 我承认我有点紧张 不过 不是在这样的场合 还是因为 站在你的身边 不用紧张 以后 经常会有这样的聚会 你会经常陪在我的身边 你好 你好 佟总 你好 佟总 佟总 cles上 你怎么也来了 你俩真是天生一对啊 楊小姐令人刮目相看 佟总 俊铭 上次我虽然在了跟斗 但是你也别太快活了 得意就会忘形的 我一定会让你尝到失败的滋味 失败 在我的字典里面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两个字 行啊 那这次你要输惨了 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谁输谁赢 到最后才知道 不要说得太早 万一输了 很难看 他是谁啊 童俊铭啊 他就是童俊铭啊 什么 你不会也想勾搭童俊铭吧 你以为你是良心啊 前妃 你说话最好 你呢 也就是勾到这种水平的 猪 不是 土肥猿 你好像也被我勾引过吧 这还真没用 你呢 我也就是跟你玩玩而已 你不会到现在都没有这种觉悟吧 我呢 也是跟你玩玩 现在我玩够了 我走了 拜拜 奸商 奸商 哦 我知道 就是因为他们 所以说 你对我们商人印象不好 对啊 你也有 我 你就是个骗子 看样子 我要用一辈子的时间 才能改变你对我的印象 我们一起喝一杯吧 走 来 你今天特别开心啊 我同事跟我说呢 最近几期夜市在网上点距离很高 真的 嗯 这个应该庆祝一下 乾杯 烦死了 这个童俊明啊 实在是欺人太深 他一个毛头小子 凭什么总要骑到我的头上 哥 都是一家人 你干嘛非要跟他过不去 我是不甘心 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把他拉下台了 小婷啊 你一定要帮我 哥 你就死心吧 我凭什么死心 这个童俊明啊 我一看到他 我就恨得牙痒痒 而且 如果把他拉下台 我就有机会了 我这个做哥哥的 到那个时候 我心里有谁啊 还不都是你吗 我不需要 而且 就算现在俱镇集团全部归了你 以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看 也做不出什么花样来 谁说的 你不要瞧不起你哥 如果我把童俊明拉下台 我看 俱镇国际 她就姓顾了 而且我告诉你啊 最近 我联系了前飞 什么 哥你疯了 你怎么可以联系前飞呢 这可是哥的机会 你千万不能跟别人说 哥 你就收收心吧 聚镇国际现在井井有条 以你的资历 你只要随便做点什么 集团还能亏待了你 你干嘛非要和童家 拼个女死我活呢 我的事不用你管 哥 哥 我 怎么了 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 既然呢 迟早要表明身份 不如今天晚上去说清楚吧 十分钟之前 你让我保守秘密 二十分钟之前 你让我把真相说给他们听 你到底想我怎么样 大小姐 让我再想想嘛 不用想了 今天晚上 我就把所有的真相 告诉他们 我来说